手里的这颗鱼子 原本的盆还是太大了一点 换了一个更小的盆以后 感觉好了很多 土还是用原来的土 因为下雨比较湿 不建议朋友们换盆用湿土 稍微干你的土 更容易塞到根系里面 换好以后清洗一下盆 浸透水 适当地进行一下修剪 第一次修剪 我只留下了很少的枝条 要等一个月以后 效果才能出来 小盆景越来越受欢迎 现在工作压力大 城市里种盆景的朋友 也受到了各个方面的限制 小盆景 素材自己可以找 或者购买 也很便宜 种植不占地方 在书桌 茶桌 办公室 摆上一盆 可以增添一些生机 只是小盆景的盆土太少 需要经常浇水 维持造型的修剪 要清快一些 因为整体太小 需要更精心的呵护 才能种好小盆景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请你帮我点个赞 我是李向璐 我们明天再见 昨天的七棵蒲树 五棵做了丛林 剩下两棵 做一个双杠的小盆景 用的是一个小浅盆 盆土浅 用铝线固定一下树根 会更稳固一些 因为土是筛过的颗粒土 种的时候 可以把土压实一些 像这种小盆景 可以自己筛点土 所以找一些小苗 一个十几块的花盆 同样可以玩得很开心 我不建议新手朋友 以为追求好的品种 还有追求大的朋友 买盆景都是论精论量 相信多数盆景爱好者 都是纯粹的爱好 通过自己动手 收获快乐 并不在乎自己 玩的是不是精品 更多的是自己的感受 正如这一盆小树 没有什么经济价值 但随着养护的时间变长 对盆景的感情 也会慢慢加深 或许这种感觉 只有真正爱好的人 才能体会 请你帮我点个赞 我是李向路 我们下期再见